这只金毛简直不敢相信 一手把自己带大的猫妈妈 竟然生出了几只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小崽子 而且比起自己 这些小崽子们长得更像猫妈妈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或许并不是亲生的 她是一只被猫咪带大的金毛 在她的世界里 猫咪便是她唯一的妈妈 可看着这些小猫崽跟自己长得一点都不像 狗子陷入了一度的自我怀疑不知如何是好 主人把小猫崽放到她的面前 可一向好奇新鲜事物的狗子却想要将她推开 明显看得出来小金毛有点失措 她躺在那里看着这些小猫崽看出了神 突然想起了几年前读高中时 生物课本第23页里讲到的遗传和变异 清代与子代之间以及子代的个体之间 总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而且变异的现象在生物界是普遍存在的 想到这里 狗子豁然开朗 猫妈妈还是自己的妈妈 这些小猫崽则是自己的好兄弟们 她开始转变了对小猫崽的看法 开始用一种宠异的目光看着他们 一向活泼好动的她在这一刻安静了下来 躺在那里看着猫妈妈帮自己的小兄弟们梳理毛发 可不一会就坐不住了 她也想让妈妈带着自己玩 可妈妈压根就不想搭理自己 愁愁把狗子委屈的 为了吸引妈妈的注意 狗子只好在猫妈妈的身旁一顿乱搞 尽可能制造出来一些动静 可仍然没有一点效果 狗子开始担心起来 难道自己的妈妈生完孩子变聋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